很多同学让我出一期接拍调色技巧 这节课我教大家照片打开进PS 我们可以进入Camera Raw 找到量 在这里边呢我们可以加一点曝光 降高光 提阴影 让整个照片层次丰富一些 把白色和黑色再增强一下 直接打开进入PS之后 找到曲线 找到单独的红色通道 找到左上角的拖手工具 这叫做拖动修改曲线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你想要调色的范围 比如说我想对衣服这块进行调色 那就点按住鼠标左键往下拖 让衣服变轻 点击皮肤往上拖 让皮肤变红 找到绿色通道 同样的方法啊 让衣服往下拖 皮肤往上拖 调完之后呢 整个的色调就出来了啊 我们还可以单独的 在这里控制新的节点 来控制它的调色的范围 比如高光我们可以直接往上提 增强皮肤的细节 不提的话 皮肤它就是一个黄的啊 我继续让偏高光的地方往上调 偏高光的地方就会偏红 它就会多出很多的颜色细节 看着就像电影感啊 这种胶片的色调就出来了 OK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再找到蓝色通道啊 蓝色通道 黑色直接垂直往上调 让映影偏蓝 中间点往下压 这样的一个风格就出来了 最后直接盖印出来 找到我们的润镜 杂色添加杂色 如果你觉得女士的皮肤太黑了 你可以单独提一个曲线啊 把女士的皮肤这里单独提亮一些就可以 如果喜欢我的课程 记得点赞关注私信领取这张练习素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